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欢迎收看4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县政府在大礼堂举办了花莲绝美步道的活动记者会 为4月1号起开跑的花莲绝美步道活动来加温 让更多外县市的游客迁来花莲践行旅游 另外县政府也同时推出了永续游花莲自由行奖励方案 提供住宿旅游登陆抽特斯拉以及登山用品等等的好礼 让大家领略花莲山水绝美的同时也能够把大奖带回家 花莲县政府18号在幸福大礼堂举办花莲绝美步道活动记者会 为4月1号开跑的花莲绝美步道活动加温 希望透过媒体报导让更多外县市游客到花莲进行旅游 现在学生表示花莲今年获得国际知名旅游平台 评选为2023年全球浩客城市亚洲第一 只有三条位在花莲 其中泰鲁格追离古道更是夺下冠军的宝座 花莲的大山大海阳明国际 这次县府与欧都纳合作推出小百岳系列活动 希望即使让大家认识大自然的伟大和美好 也落实无痕山林的观念 让花莲的好山好水 船流不息永船流 山友就是因为爱这块山林 所以他很乐意可以介绍我们很多的灵象 很多的严惩 很多的土地的风貌 以及这块土地的保障 所以花莲县政府在这一年 第一个推动我们的永续 第二个推动我们的精灵碳排 推动我们的智慧永续 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永续 推动我们环境的永续 推动我们观光的永续 没有人是局外人 我们大家都是局内人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而观光旅游业者希望 也让我们无论从海外来的观光客 或者是在我们台湾各地的观光客 可以亲近山林 亲山亲海 这就是花莲县政府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的 从静静静静静 五个静到慢精品 到今年我们一直往 我们的永续环境来走 所以在这里 真会谢谢大家一起共同来响应 当然刚才主持人有说 我们更有一些希望大家的回馈 所以希望我们在走这些 维美步道的时候 希望我们在走小百岳的时候 我们有哪一些是需要去注意的 或者是我们跟中管处 东管处还有我们灵管处 有什么我们可以去修 我们可以去调整 我想这就是大家共好 让这个地方更加的符合我们的环境 以及更加符合我们的自然 如何在这中间取得平衡 我想这很重要 官方处长张志强表示 花联决美步道推广活动开跑首周 上网登录的资料已经破铅笔 民众响应热烈 同时幸福也推出永续有花联奖励方案 分别针对自由行和旅行社推出的奖励措施 旅行社带团可以申请奖励金 自由行入族合法旅速 并且前往指定旅游点 具有机会抽中特斯拉汽车 期盼透过一系列山海景致 与多样观光的旅程推动 提供国内游客探索花联四季的丰美日常 记得终于华世伯导